这个穿着清凉的女人 是村里出了名的豆腐西施 她磨出来的豆腐又白又嫩又好吃 全村人都喜欢吃她的豆腐 这天晚上豆腐西施喝醉了酒 正在河边散步 村里财阀家的董老爷 一路尾随还起了歹念 直接将她扑倒在地 强行想让西施教她磨豆浆做豆腐的秘诀 可殊不知 对岸一个小伙看见了这一幕 他当想大声呵斥 却发现水里出现巨大身影 正朝着那边而去 他张开血盆大扣 直接把人拖进了水里 小伙急忙叫来全村人 可当他们赶到河边 但大蛇已经消失了踪迹 这名男子以为父亲的死和小伙有关 于是将他痛揍了一顿 但村长却相信小伙的说法 他立即召开了全村的大会 这件事已让所有村民众说纷纭 因为这个名为马家屯的山村 自古就有跟蛇神打交道的经历 蛇神巨大无比凶猛又残暴 在他的地盘上总会出现无数小蛇 有时候在田地里 有时还会跑进棺材里 传说不少人被蛇咬死 家家户户为了保平安 所以全部在祠堂供奉的蛇 然而蛇神至今已经几十年没再出现过 现在突然到来一定会带来灾难 村长和几位年长的老人商议后 决定启用老祖宗留下来的习俗 那就是实施陷阱一事 所谓的陷阱 其实就是找一个未出嫁的女孩 献给蛇神来换取村子的安宁 可这让村长犯了难不知该选谁 这是刚被蛇神吃掉的董老爷的儿子 向村长提议 不如就选小伙的妹妹 反正他们兄妹二人上没老下没小呢 经过所有村民同意后 村长派人上门将小伙的妹妹抓了起来 小伙拼命想要护住妹妹 无奈敌不过村民众多 他被打得遍体鳞伤 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让妹妹被陷阱 于是他偷偷溜进董老爷家里打算救人 可还是被老爷家的家庭发现 一番打斗之后小伙仓皇而逃 没想到误打误撞 进到了董老爷儿媳妇的闺房里 谁知那小姐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让小伙躲进柜子里 作为从省城里嫁过来的文化人 他本来就很反感村里的封建迷信思想 眼看就要闹出人命更不能袖手旁观 等前来查看的家丁走后 小姐从他口中得知了小伙的身世 他叫阿伟在七岁时就父母双亡 只留下年幼的他和妹妹 而如今相依为命的妹妹却还要被陷阱 于是小姐为他出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解决这件事的根源问题 只要消灭大蛇就能破除迷信 村民们自然就不会再搞陷阱那一套 一语惊醒梦中人 阿伟听后连夜骑着马 找到了别村著名的捕蛇大师黄师傅 但黄师傅一听是马家屯来的 师徒二人连忙摇头拒绝 没办法阿伟只能拿出身上的传家宝 作为为他捕蛇的酬劳 事态紧急 师徒跟随阿伟来到了他的山寸 开始了捕蛇 黄师傅果真有两下子 刚来就辨认出了蛇径 他们试着蛇径 很快就找到了蛇徒 在小猪身上涂满生菜油 不是为了烤得更香 而是为了引蛇出洞 用铁链绑在小猪身上 然后将它送进蛇洞里 铁链渐渐深入 突然铁链一下被什么死死拽住 小胖趁机使出吃奶的劲往外拽 但人力哪能比得过大蛇 差点连人待命给拽进洞里 好在铁链断开几人这才松了手 捕蛇大师黄师傅只能另想办法 他让徒弟在地面撒上熊黄 而黄师傅则爬在树上 使出了绝技 那便是天竺的吹笛引蛇大法 果然没过几秒 大蛇就爬了出来 大蛇朝着黄师傅的徒弟猛追 他引着蛇跑向了师傅这边 只见黄师傅拿出了暗器 朝着大蛇的七寸射了一箭 师傅立即跳下来 抓着铁链围着大树转圈 引诱大蛇把自己打了个结 可他们还是低估了大蛇的威力 他一个扫尾就松开了自己 临危之际 大师拿出他事先准备的尼奥 在蛇朝他扑来的瞬间 对准头就是一枪 强烈的刺激性烟雾顿时将他迷晕 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正当小胖要补致命一刀时 大蛇突然睁开双眼 毕竟蛇体型过于庞大 尼奥的药效很快没了作用 大蛇背着小胖疯狂爬行 将其重重摔在地上 阿伟扶着小胖继续逃跑 将其引到另一处伏击地点 大蛇终于被几人成功拿下 但众人还没来得及高兴 小姐感到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献计一事提前了 如果想要救人 现在就得抓紧时间将大蛇带回村里 给村民们证明蛇神是能被杀死的 时间紧迫 他们斩下舌头用拖车将他拖回去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他们杀死的这条大蛇 根本不是真正的蛇神 此时真正的蛇神已经出现